你还会不会 我刚才想了一会儿 还是给你换一个 物业管理更好的小区吧 这样闲杂人等 就不会来打扰咱俩了 我现在就找人办这个事 顾一 你要不去我那儿住吧 跟我一起住 我肯定不会有 继人篱下的感觉 我也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决定都会尊重你 领月轻 你是不想在公司干了吗 郑总 您要是想辞退我 随时 顾翼 你想好了吗 现在就做决定 你选择谁 顾翼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起生活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会被强迫做任何事情的 顾翼 一直不说话可不行啊 你得做出决定了 具体 别再比我了好吗 顾翼 能不能不走 顾翼 你别冲动啊 顾翼哥 能不能不走啊 我最后再跟你确认一下 你真的要跟我住在这个破地方 不然呢 我给你算一下啊 忠贞 沈慧星那么有钱 你跟着他们就衣食无忧啊 林怨卿 郑建言 那也是生活很有品味的 你跟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 罪不寄吧 还有个销路 有个容身之所呀 你怎么就这么不开眼呢 你们打住啊 我辞了工作 就是因为不想再靠他们了 可你住在这破地方 是因为既然决定自己要还钱 这一切从前啊 我怎么一下子觉得你 变得那么伟岸了呢 那边说我再买回去 这边行吗 嗯 还可以 喜欢这个作者吗 嗯 走 过去吧 去那边看看 你头发要不要再重新染一下 放一个颜色 我绝对挺好看的 那边看着 我试试看你 好 去接个电话 好 一会儿啊 嗯 哎 对 我在呢 我在这呢 嗯 你好啊 你 先之前一样 打零工 你现在 我有事 我先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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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业 您现在过得好吗 这样吧 你把这张房卡拿着 你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 对不对 那 那 那什么 我要结婚了 顾业 你要说什么 哦 好 你说 人 就 呢 玉丝 你怎么来了 可不可以不结婚 我们重新开始 把之前所有不好的回忆都扔掉 好不好 我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摇摆不定了 此时此刻 你就是我的一切 其实你这幅画真挺好的 特别有写的法 跟你一起看展很有意思 其实还有好几样东西它也坏了 一天也修不完呢 你能不能住几天 我就是希望你可以一扫之前的阴霾 早日找到你向往的生活 郭一 祝你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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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憋着 想哭就哭吧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真心眼前人 你活动活动了 肌肉都萎缩了 一个礼拜不出屋了 你这样不行啊 你现在必须下床 来 你到底想干吗呀 坐哪儿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你必须得从这个 悲伤的情绪当中走出来呀 咱俩先玩个游戏 好不好 分散一下注意力 而且你只要玩 就会有惊喜 无聊 坐哪儿 看上来 燕子 我都准备好了 咱俩一人一块橡皮 轮流谈 谁把对方的橡皮 撞到桌子外面去 谁就算赢 当然 你要是力道大了 你的橡皮调到外边去 你就算输 明白吗 我先来 该你了 你是个老六啊 等着我失误呢 是吧 你必须好好玩 不能玩瘾的 否则就不知道什么是惊喜 这回你不能玩来了啊 这回你不能玩来了啊 必须好好玩 认真点 你先来 你玩我呢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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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三了吧你啊 这就对了嘛 生活给了你再多的不愉快 你都不能忘记如何去笑啊 对不对 谢谢你啊 老六 跟我就别客气了 你陪着我来到新的城市 陪着我一起住破房子 最让我感动的是 这么长时间 你一直都在 你 别 别这么看着我 你 别 别这么看着我 停 停 你 坐回去 坐回去 我知道你现在特别难受 很痛苦 在这个认知和取向上面 出现了飘忽 我能理解 但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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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会同意的啊 你只能做我兄弟 你是真能想啊你 吓死我了 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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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惊喜是什么呀 对对对 惊喜 惊喜 你呀 这个手机不是关机吗 我昨晚给拿出来了 我就挨个给他们几个 都发了信息 惊喜来了 他们都给你毁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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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都说想见你 想啥呢 我明白 你想先还债 但是感情和钱 它是两码事啊 你不能因为穿不下去鞋 就把脚砍了 同样啊 你不能因为想着搞钱还债 就不把感情放在心上呀 错过李云丝 最应该让你明白的是什么 珍惜眼前人啊 兄弟 你好好想一下干嘛 别再错过了 我去上班了 好 好 我一摇铃铛 你必须马上出现 我们比赛攒钱吧 看谁攒多 我想清楚了 顾业 你没必要跟他打 走 我送你回家 我不想离开你 顾业 你终于来了 你坐吧 我知道你心里有疑惑 把你约在这儿见面呢 其实是有一个不情之情 你说 我一会儿有一个家庭聚会 什么 你放心 我跟他们都已经介绍过你了 他们都很喜欢你 都想见你 这个聚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 我 我 那么言归正传 那么我对你进行一个小特讯吧 关于家族之间礼仪道 如果你在接下来的问答中表现出色 我将给你一个超级大的惊喜 那我们 干什么 剑道人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打招呼 那么 我来考考你 妈妈的姐姐叫大姨 妈妈的妹妹叫小姨 妈妈的各种姐妹都可以叫做各种姨 那么妈妈的表姐的堂姐 该叫什么 应该叫大姨母 天哪 你居然知道 那看你这么自信 我可要放大招了 这条亲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打招呼 你一定要仔细地记清楚 他们都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大谷 这个是二谷 这个是三谷 这个 这个 哪个是大谷啊 左边这个 你怎么猜出来的 我又说都分不太亲 这样也好 赶快答对所有的题 就可以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了 最后一题喽 接下来呢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糟粕的问题 来的都是老人家 回去就会比较繁琐 那个是主位 等一下来的长辈有 旧公 祖姑母 姑老爷 那么问题来了 谁坐在主位呢 谁坐在主位呢 顾老爷 你干吗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我查一下 让我看一下 你说得对 太厉害了 顾翼 你既然说对了 我都有一点崇拜你了 其实这些陈旧的规矩 我并不在意 反倒是你刚刚 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也没嫌我幼稚 而是一直努力地配合我 就 挺感动的 爱情的尖头是被人惯着 你惯着我 我就把惊喜给你 是什么呀 吃完饭 你就知道了 在爱惊喜之前呢 我需要再确认一件事情 在爱惊喜之前呢 我需要再确认一件事情 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因为我有孩子 而有所顾忌 毕竟 我们在一起 有孩子在 肯定不会那么潇洒的 肯定不会那么潇洒的 那么假如 你跟郑总在一起的话 别的不说 肯定要比跟我在一起 洒脱一些 我想知道 在你内心里 是更想要更忠贞 还是跟我 是你 一直都是你 这是男士 准备好来看你的惊喜了吗 我一直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可能爱于面子 也有可能是因为受过伤害 但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时候 我全然不顾别人的看法 也对爱情燃起了新的希望 我知道 我现在毫无矜持可言 但我想要你明白 明白 明白我的内心 有多么渴望我们的爱情 此时此刻 故意 我毫无顾忌 故意 你愿意娶我吗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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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对了 故意 你给孩子老师拍个信息 介绍一下自己 方便以后你去接孩子 嗯 娘 我愿意 就来 女人 我现在有点忙 你把超市买回来的东西 放在冰箱里好不好 明天去接孩子 去爸妈家 你帮着妈妈盯着师父 把空调削完 盯着孩子多吃点蔬菜 别老顺着爸妈给他吃一堆垃圾食品 行 知道了 怎么了 不高兴啊 不要生气嘛 我刚刚又不是故意使唤你的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怎么会 tiver 就是在这里 肖子 老公 午子好了 那 怎么办 是的呢 怎么办啊 我在问你呢 怎么办 我知道你在问我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再说了 这大部分东西都是你的 你也不收拾一下 那这样吧 我做一个瑜伽动作 你要是能完全模仿 这些我全包了 怎么样 好 好 不行 太难了 好吧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换一个吧 这有点难啊 你是不是故意耍我呢 没有 你再换一个 这个是简单了点 还有更简单的吗 开始耍辣了是不是 你身材这么好 就多展示几个吗 行 我倒要看看 你脸皮有多厚 再换一个吧 老公 我最近学习了些巴西柔术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啊 那我展示给你看啊 错了错了 你最后再来一个 好的 好的呢 我最近不光学习了一些巴西柔术 还学习了一下泰拳 展示给你看啊 好 行 那我来也不行吗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磕磕磕了 哎呦哎呦 我这我这腿也磕磕了 哎呦 好 没事吧 没事 我再试一下 行了 我打扫还不行吗 我可不想当个寡妇 也不想当个寡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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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